Odia Jungle 我想拍卖行中最贵的五种枪械,相信大家都十分好奇,到底是哪种枪械能排名第一,那么先让我们从第五位开始看。 第五名,约翰·乌尔·里奇·扎尔里克雕刻的温彻斯特M1876杠杆步枪,拍卖价格178250美元,约合人民币112.4万元,约翰·乌尔·里奇雕刻的枪械总是受到收藏家的高度评价和追捧,这是一支非常特别的型号,枪管长26英寸660毫米,根部为八角形在中部边缘。 这支部枪曾经属于阿奇·波尔·德罗杰斯奥特邦罗特上校,第四名有两支枪械并列,科尔特M1883,美国海军加特林机枪,并配备三脚架,拍卖价格23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145万元。 这种非常特别的加特林机枪是1884年制造的,更加难得的是它的状态非常好。 原文如此,应该可以发射。 该枪采用4570弹药,配备10根24英寸610毫米枪管,使用104发的环形弹骨弓弹,拍卖价达到23万美元的第二支枪。 就是这支温彻斯特M1873杠杆步枪,来自千分之一系列,该枪配备完整的八角轮廓的30英寸,762毫米枪管,金属表,面都采用硬化处理,发射,4440温彻斯特弹药。 第三名是这支M1893杠杆步枪,马林公司赠送给著名射击女运动员安妮奥克利礼物。 拍卖价格258750美元,约合人民币163万元,决定枪支价值的因素很多。 状态良好的就是杠杆步枪都非常昂贵,尤其是还有雕刻的限量款。 收藏家会追逐那些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枪械,尤其是枪械公司制作的限量产品,或者曾经是某人的收藏品。 显然这支步枪就是极好的例子,这支步枪是1917年制造的。 使用3855WCF弹药,配备圆形,24英寸610毫米,枪管和一个半长的管型弹仓,雕刻非常华美,依搏金和黄金进行装饰。 第二名是,科尔特M1875加特林机枪,配备原款轮式枪架,该枪拍卖价格,29万9千美元,约合人民币188.5万元。 该枪有10根32英寸,813毫米枪管,使用4570弹药,枪身的两侧是两个弹药箱,该枪是当年美国陆军购买的44艇M1875加特林机枪中的一艇。 它是小比格霍恩大屠杀发生之前,卡斯特将军留在亚伯拉罕林肯堡的一艇加特林机枪,这段特殊的历史经历也让该枪的身价倍增。 第一名就是这支康拉德乌尔里希康拉罕雕刻的温彻斯特M1866杠杆步枪,拍卖价格59万8千美元,约合人民币377万元。 这支最昂贵的步枪价格,居然是第二名纳艇加特林机枪的两倍,据说这支步枪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温彻斯特M1866雕刻型号,于1870年制造,发射,44亨利边缘发火弹,配备一根雕刻的蓝色,24英寸,610毫米八角形枪管。 有蓝色装填口和高度抛光的胡桃木枪托,机架采用镀金工艺,Goblast机锤和扳机,采用表面银化工艺处理。 这是温彻斯特公司主雕刻师康拉德乌尔利希最出色的作品之一,雕刻主题由机架两侧的动物和两个裸体人物组成。 这是在19世纪美国著名雕刻家希拉姆·鲍尔斯创作的希腊努力雕刻的基础上加工而成。 这支步枪状态非常好,保留了98%的原始蓝色和金色表面。 由于早期步枪很多都是根据特殊订单生产的,所以使用黄金和特殊的雕刻内容,使之成为稀释。